華茲在民主黨大會等台之際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范茲 在北卡州造勢 主攻國安議題又提到台灣 共和黨要繳 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海莉 參加凱達格蘭論壇時 也提到台灣 他說在北京施壓下 當時台灣想協助全球防疫 卻愛莫能助 是時候該讓台灣加入聯合國了 川普前副手彭斯 則在這時候投書華盛頓郵報 標題是不能讓台灣淪陷 文中提到1950年 麥克阿瑟的最高機密備忘錄 就警告如果台灣被中國控制 對美國戰略利益是嚴重威脅 他強調台灣是阻止北京 在印太擴張的重要屏障 中國併吞台灣 就是為了控制全球半導體供應 這將嚴重威脅美國利益 另外傳出第三勢力 小蘿蔔甘乃迪有意退選 川普積極遊說拉攏 小甘乃迪接受ABC訪問時 致痛批賀錦麗 定替拜登參選 不符合民主程序 是否加入川普團隊 還沒有明說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